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谁 这个Blinkload一个17年开的专线机场 他家有自有AS号 也就是IDC号 基本上你可以当作是 他是一个运营商了 他是一个小运营商了 一个小IDC 然后国内自有AS号 国外自有AS号 还是今天跑路了 不知道为什么他跑路了 具体来说的是广东运营商清退加上IEPL通告 最近大家就像是用的专线 你会发现很多机场的专线换成了抽禁协议 不再是以前的SSSSR路奔了 这是因为很多的专线运营商都开始发通告 说是不让使用那些简单协议了 你信不信以后 专线也会让你套一些TLS来躲避审核 只不过他的QS等级会比那些好一些 并且他不会给你抢 只会给你发通告 这样的 这就是最近机场这些事 浑水墨于DDOS攻击 以及中转最过分的是中转清退 上游中转清退 这个是最近最过分的事情了 比专线清退还过分 因为很多中小机场都是用的是中转 中转清退 专线清退 专线审核 DDS攻击 这些 还有那个DS污染对境情况也比较严重 反正你能想到的影响机场看下去的事情 最近都发生了 而且越来越严重 这离二十大还有一个月的时间的 对吧 那今天呢我来推荐 也不是推荐吧 呃 就比较推荐大家去使用一些直连机场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拿直连机场去做抗风险嘛 对吧 直连机场我给大家找几个 我以前发过的像是 一元机场对吧 价格很便宜 11元每个月500G的直连流量 普通人也够用了 普通人也够用了 然后还有这个 大机场 像这些大机场呢 这些 咱们都是没办法的选择 移动连通呢 用这些直连机场 速度非常合适 然后Lumity解锁差点 稳定性差点 但是价格非常低 速度非常好 像是这样 我的这个山东移动千兆 测的速度 大家能看到基本上能跑到 有千兆的了 有千兆的了 节点 Lumity解锁比较辣垮 你看这里 Lumity解锁 奈飞基本上都不解锁 这个是直连机场这块 鉴于今天的视频长度呢 然后我就简单一介绍啊 直连机场 目前来说是一个好选择 因为直连都是用的月抛机器 他们基本上不会被DDoS 然后轻退呢 也不会 因为这个机器本来就死得快 而且还是用的一些不正当手段弄来的 基本上没有清退 这一说 除了节点不太稳定之外呢 一切都跟别的机场没什么区别 节点不太稳定 并且鉴于特殊时期呢 直连机场受不到影响 就根本受不到影响 只是说这个耗死的会越来越快 用户切换机点的时间的会越来越快 但价格确实相当便宜 大机场呢就是五元一T 一元机场呢就是十亿元每年 然后每月是五百G 然后 鉴于现在这个环境呢 其实我是 比较推荐大家用VPS的 为什么用VPS呢 其实 VPS呢 就是相当于是直连嘛 没有中转 没有中转就代表这个延迟 QS还有速度不太稳定 但是它好就好在 你搭建的这个VPS 是你一个人用 你独享这个IP 也就是说一个VPS你可以三个月 四个月五个月 一年两年 对吧 只要你的机器 你的这个翻墙的软件 它不掉 就可以一直用 只要你的域名没被抢 IP名被抢就OK VPS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如果你这个VPS 是原生支持流媒体解锁的话 那你 不用担心掉流媒体的问题 你就要挂这个接电 你就可以一直用 一直看奶飞 而不算是机场 机场的解锁 很多是DNS解锁或者是IP解锁 有时候这个解锁掉了 因为很多人用网解锁掉了 它需要切换 是 它切换也就是这么两三秒钟的时间 就切换过去了 但是你在看的时候 看奶飞的时候 你会弹窗出来 说你使用了代理 然后你再返回 再进去 你选择这个 看的视频 再选到你看过的那个时间点 才可以啊 更不用说 有些这个DNS切换 需要几分钟 甚至十几分钟的时间了 这个是解锁这块啊 然后 移动联通用户呢 我不要建议 从越南的这个 hosting什么玩意儿啊 我给大家找找 这家 现在没活动了 本来是 52美金两年 然后 年付呢 是156MB 是五折 现在的话 年付是300多人民币 他家呢 其实这个服务 确实非常好 移动联通使用的话 这个 延迟堪比香港 PIN也就在 五六十左右 五六十 然后呢 也是 接头奈飞啊 只不过 使用起来呢 可能有些问题 你可以去看一下 我的往期视频 去找一下 这个越南机器这个 IP布置联的话 你需要发工单 去换IP啊 这方面的 你看这个 开到绕路的IP 可以工单换 然后现在没有五折 优惠了 他家呢 是 100MB 不限流量的 也就是说 你可以买到 对移动 和联通而言 特别是移动啊 移动 你可以买到一个 延迟堪比香港 六十几的延迟 五六十的延迟 然后接着六媒体 然后百兆 不限流量的一个机器 确实是非常好的 越南这个 然后 CC呢 还有RN 这个都是咱们的老顾客了 老常客了 因为他们的价格 确实便宜 移动和联通呢 也确实用起来不错 有速度啊 CC对接名活动 但是RN呢 有几个常年 常年款的活动 这个 这个我待会放到这个 评论秀里面 这几款呢 都是常年有的 就是这几款的活动机型 都是常年搞活动的 不是官方售卖的 呃 非搞活动机型 官方售卖的那几个 套餐呢 都是比较贵的啊 只有搞活动的时候 我才建议冲这个 Riknet 然后并且它家呢 是你在论坛回复的话 你的流量能翻倍的 也就是说 年付九刀这个机器 每个月你可以干上 两T的流量 两T的流量 呃 不过这两个都是比较低端了 然后VRR呢 最近前一阵 不是最近前一阵 它玩家在日本 确实很吃香 嗯 但是现在呢 这个日本 鉴于这个胖子老板的 一些管理确实差 然后代价率也差 速度确实不错 但不稳定这些呢 对说就不建议冲VRR了 然后还有一些是 国外商家呢 这里就不过多推荐了 国外商家其实不少 欧洲地区 我不建议大家去购买啊 德国荷兰的机器 确实便宜 非常便宜 呃 但是 速度到国内 说没优化 速度很垃圾啊 延迟还高 像是美国的机器 我已经嫌弃 美国的机器延迟稍微有点高了 美国的4837延迟已经高了 拉一些小文件的时候 起速有点低 不过这也没办法 然后日本呢 其实没什么好的机器可以推荐 日本也就NTT那几个 这推荐 呃 这里呢 还是觉得你收几个甲骨文 玩其实挺不错的 甲骨文 这个机器 不管是这个 韩国的日本的新加坡的 都是建议去购买的 迪拜的也可以啊 迪拜的可以 然后圣河 圣河赛的也不错 然后你可以收几个这个 Demite HK Lite 去玩一玩 最近这个6.9刀 我多过两期视频嘛 说是移动的翻墙神机 能跑马千兆 6.9刀已经下架了 现在的 试验路已经改成三网制连了 移动和连通用起来都非常的不错 电视白天也不错啊 6.9刀已经下架了 你们可以收几个 6.9刀去玩一下 然后 国人商家呢 这里呢 我就推荐两个 其实还有很多的 国人商家 然后这个 前两天刚发的这个QN QN这款 这款机器啊 给大家看一下测评 QN机房测评 然后 今天群友刚帮我测的是 多少兆 今天群友刚帮我测的是 不昨天 跑到了412兆 这是晚高丰收的速度 412兆 19元一个月 3T流量 并且现在呢 有优惠啊 以我的专属 6.5则循环折扣码 是12元 年付的话 是10个月价格 优惠下来是10元出头 10元 每个月 3T流量 然后它的速度呢 比Rikonite要好很多啊 能跑到个搜百兆 这样的速度 这是非常不错的一个机器 不过我还是建议大家 月付 大家 今天要讲的内容太多了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到我的这个群组里面来问一下我 到群组里面问一下 群组里面的老人也都知道 我推荐过什么机器 我用过什么机器啊 年付10个月价格 优惠下来是10元 每个月出头 然后联通和移动呢 你用这个机器 你晚高风度都跑到个400兆 虽然不计做流米体 但是10元一个月 3T流量 你还有什么自行车吗 这不比买机场合适吗 对吧 这个是这家 然后它家的4837呢 最近还没修好 它家的9929是挺不错的 然后还有推荐呢 是这个爱云的英国 爱云的英国 这个你们看我的网络视频 也都明白的 或者说去百度一下 这里我就不放连接了 爱云的英国确实也非常的不错 有活动的时候呢 我问一下 叫他有没有活动 有活动的时候 让老板再出几个这个机器 爱云的英国 延迟虽然高一点 但是它的高QS等级速度 以及这个延迟的稳定性 比QN机房还是要好一点的 这是对移动和联通用户而言的 电信用户的话呢 其实你可以看一下 我最推荐的就是这个波罗云的4837了 这个波罗云这个链接 我待会也放到警戒里面 波罗云这个链接呢 是30元每月 300兆的4837不限流量 我自己用的是这个500兆这款啊 就是59609元这个月 这个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速度 我去又刚刚测完了 刚测完热火的 跑到了511.05兆 4837呢 其实有个缺点啊 4837的缺点呢 就是晚光风速度不稳定 可能就砍半了 或者说是三分之二的速度 也就是说500多兆这个机器呢 晚光风可能会跑到个300兆左右 但是价格却是便宜 4837已经是 已经是优化线路里面 三网优化线路里面的 最便宜的机型了 就是4837 并且鉴于最近的 中国到美国的海岚 锁的差不多了 4837的速度已经得到了保障 所以可以试一下 然后host云 host云这里呢 我找一下 host云 他家呢 我也是比较推荐的 缺点就是需要市民 但是他们家的机器价格 真的非常的低 机器价格很合适 很合适的 然后我给大家看一下 他们家的机器 这个是灰尘三网4837的 他们家呢 是22元一个月 800这流量 大概快500兆 他们家的这个4837呢 也是他们家稳定就稳定 在这个官网稳定 他们家这个机器开了 他们家开了12年 当然也是从前年开始 重新书买机器当中间停了几年 就是三网4837 三网9929 然后三网GIA 然后这个大阪的软银 然后澳洲的BGP 香港的三网GIA 美国的三网GIA 然后香港的CLD机器 他们家都有的 非常全面的一个主机商银 价格都不贵 20块钱左右 虽然流量可能少一点 有的400G这样的 这个是hosting 然后还有这个 AKO Cloud AKO特别加 也非常的不错 美国的深合赛 这个是三网回程GIA的 送回程GIA 50元一月 然后600G的流量 他们家最出名的 就是这个德国的GIA 德国GIA 他做的非常的好 不过这也是 有需求的人才用的 50元一月 也是600G的流量 不如美国的GIA 用起来 如果你有需求的话 可以重 伦敦的GIA 他最近也开始做 也做的非常的不错 然后 他家就是推荐购买GIA 还有这个白思云 白思云他家呢 就是相当于高端一点的线路 你可以看出 和那个VG主机 IDC.Wiki 差不多的 做高端的 比较高端的一些机器 像是 大家能看到这个 回程三网4837呢 他家是110元半年 20元一个月 800G的流量 这个价格也蛮合适的 算是他家最便宜的套餐了 基本上 你再看一下 他的9929 9929每年的240元 每月500G流量 半年付或者年付 他家充年付呢 我是感觉没负担的 因为他们家的服务确实稳定 服务也好 供单也 兔兔也不错 白思云啊 然后这个香港三网 回程483 相网三网 回程 CMI 就是移动优化线路呢 是360元 每年 然后每个月是500G流量 确实很贵 确实贵 但是服务也呢 也确实稳定 非常稳定 部落云这个机器呢 这个测评在这里 测评在这里 今天我感觉 我这期视频 简介要爆满了 然后这个是QN的测评 这个是爱云 爱云的测评 我放到这里了 大家可以到时候看一下 白思云也推荐过 就跟大家 还有CC 然后瓦工 如果碰到有活动的时候 其实瓦工是可以冲的 他涨价了 瓦工涨价了 是速度没以前好了 但是 办瓦工的服务 是真的稳定 80美金一年 最近对美元 汇率上升了 七八五十六 五百六十元 每月500G流量 确实更贵 确实很贵 但是服务也确实稳定 不是很建议冲这个 不过大家可以试一下 爱云 好了 今天就暂时先讲这些吧 今天要讲的基本就这些 剩下也有很多 其实值得推荐的机器 但是今天为了 锁进市场 这个就是我到目前为止 比较推荐的一些 直连的一些机器 其实还有一些低价的运营商 像是狗云猪云 什么名字 狗云猪云 这些 还有一些机器 我都是在担忧的 要不就是国内的运营商 要不就是那些速度呢 不稳定 然后大家最后一定要记住 你买直连机器的时候 不要看到什么土耳其 什么德国 荷兰 德国荷兰机器确实便宜 以及美国一些小众 机房没有优化的线路 像是COOG 什么玩意儿那些 不要买 买这钱到群里来问一下 因为那些机器便宜 但是确实没速度 OK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